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应该都充满了神的爱、灵性的爱 对每个人都有爱 这个爱是一种治疗的力量,它有力量 爸爸同时说,除了爱自我 同时对每个人有这种纯洁的感觉 当你有这个纯洁的感觉的时候 这个爱、纯洁 这三个都是很大的力量 你应该满满的有这些 在这个时候,你要去照顾 跟爸爸在一起,以及这些属性灵魂们 他们会指导你 他们会帮助你们,无论哪一种方式 这种爱和这种纯洁的感觉 你的旅程将不会有障碍物的 但是如果你缺乏这些 然后就会有各种各类的障碍物来 他一直对爸爸有这个爱 这样他本身也对每个人都有爱 而且对每个人有这种好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们孩子们 有这两个重要的这个特质 然后爸爸给很多 给大家很多的安全地 我拿起这个想法 从这个作业里面 然后我去反省 看看他有多实际 能够去操作 我在 灵魂神的知识 时间的知识 在心里面让我们明白 不但明白 他同时也让你相信这是事实 我是神的孩子 我在灵魂时代 以及这个灵魂时代的重要性 所以肯定的我们会相信 那么怎么样把这些相信 把它变成我们的山斯卡 我该做什么呢 从心智跑到山斯卡 有不同的方法 首先我们的这个思想的模式改变了 我开始把其他人是灵魂 我自己也认为自己是灵魂 你的这个灵魂也更加改变 当然不是百分之百 一直都是灵医师 但是每一天 我越来越好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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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祝愿 然后我们的语言也一样 也是充满了这个祝愿给每个人 自然的我的那种石碑 这种服务的这种的特质就会出现 当我们开始感觉 我跟其他每个人都有这个灵魂 对灵魂的关系 就从单单这一点这个知识 然后去看看 我的这个思想是否是根据这个而来的 检查你自己的主意 检查你自己的态度 以及你的语言和行为 每一个知识 每一点的知识 都是在我们心里 要求我们明白这个是真实真理的 它必须成为 我们必须成为这个知识到真 它变成我们的散斯嘎 当它一成为散斯嘎的时候 然后 一切就变得很轻松了 而这个心的纯洁的散斯嘎 这种灵性的散斯嘎 会替代 所谓的这些身体式的这些旧的散斯嘎 这些罪恶的散斯嘎 会替代 其实的改变就是指这个 从零 从身体意识变成零意识 以及任何任何的这个的罪恶 因为在身体意识 发生什么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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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慢慢的 有这种欲望 如果你得不到 然后你就会生气 你就会烦闹 以及这种牵挂 是一种不安全 可能是通过关系 可能是跟东西有牵挂 你不知道你会不会还会得到同样的东西 所以让我那个受多一点 所以这叫什么呢 那个时候你没有分享的这种的想法 我们现在明白你越分享 你其实自己会得到越多 所以有可能是贪婪 让你想累积 还有一个很看不见的 因为自大而所引起的那种的顽固 有一个是坚持 但是这个跟这个固执是两回事 有时我们是需要用到坚持 希望他不是从这个自大和这个固执那里来 从这个心智到这个三十嘎 这就是真正的传改变 我们大家都得到知识 大帝也应得到这个知识 这个14年的Tapashya 我们做多少年呢 我们其实也是在做Tapashya 是不是 我们也在努力在做服务 也是Tapashya 对不对 对 所以这是一个旅途 旅程 从心智把它变成 变成化身 然后变成你的Sanskara 把这个知识从这个 所以把它变成实实实在在的 就是说你的思想 你的Drived 你的语言 你的态度 你的行动 你的行动 都改变 这真的是很有趣 当你看你自己的进步的时候 这就是我看到我自己的改变 每一天 都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无论你心智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把它变成你的Sanskara 因为你带走的是你的Sanskara 不是心智里面东西你带不走的 所以 你不想到的 那个美德 这些美德必须成为你的Sanskara 然后就像你自己的孩子一样跟着你走 所以非常的明白 不但去反省 就开始去练习的时候 这个是这个灵魂的内心的这个旅程开始 所以好好的去反省这些东西 你就会感觉很快乐 看到这个知识慢慢的变成你的这个前意识 它不单只是在这个心智而已 因为心智可能它会给你一个意见 但是它不会给力量 但是当这个这些知识进入你的前意识的时候 它就是一种力量 所以你有力量 你难过才能跟其他人分享 所以把这个知识变成力量 我们虽然说知识是力量 但只有当你去用它的时候 当你用这个知识的时候 它才会成为力量 否则知识只是理论 只有当你用它的时候 然后你才会发现到它的力量 所以爸爸说所有的成就所有的力量 只有当你去把它改 只有当你去把它改 所有的知识 从心智变成你的前意识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第16、行为和目的敌 等我这识识开始的时候 我发现到我自己感觉到很熟悉 我现在能够保持我的自己自我的意识 做一个永恒的这个光 而且是长时间的 同时我不断地感觉到我自己是一个旅行者 跟其他的旅行者一样 而我也习惯了 当我的老师到来的时候 我在内心有这种的挣扎 他好像知道我的情况 他坐在我的旁边 他说是现在我们该谈因果的问题了 这个声音迁动我 我从一切的注意力 全部放在这个自身上 从你第一次开始 你就在统治 你就在这个行为 你是怎样的一个人 当这个灵魂在这个身体 当这个灵魂在这个身体 还有这种体验 快乐 痛苦 这种体验 在这个行为的场所 在这个尸体的世界 每一个灵魂 每一个灵魂 都有它 同时 都要得到什么东西 都要得到什么东西 所以如果你没有做的话 如果你没有做的话 你得到这个好或坏的事情 通过这个身体 没有人不会得到任何东西 除非他做这个东西 以这个行为 灵魂 并不是不受这个行为的影响 这个行为的法则是 神 是唯一的灵魂 求超越所有的这些 祂是至尊 我并不进入这个生跟死的 你会进入这个 它跟我们讲这个因果章目 它解释 这个会合时代 你能够为你自己选的一个目的地 你能够为你自己画 通过你的这个高贵的行为的这个 然后带着那个 那个回报在整个周期里面 享受它 这个福气的这个现实行为 福气的必是这个行为 所以爸爸教我们怎么高尚的行为 以及 结果是 他的结果是 你制造高尚的目的 为你自己 现在这种高贵的生活 会合时代的 所以叫做做努力的一个时代 你现在做的努力的数字 是你将来你的生活 以及你的收获的这个 这个是根据这个来 我开始明白这个因果也是行为 然后 它就显示你这个 当我从灵魂下来的时候 我很平坦的 是快乐的 临近的 充满了爱的 我对自己的感觉 这个眼光都是好的 都是高尚的 我的福气在那个时候 是我在这个时候 所做的灵性的努力 所得到的 当这个世界 慢慢的 越来越没有力量 我的这个行为 我也开始改变 我开始看别人的问题 别人的毛病 我对其他人的眼光 变成有批判性的 我的内在的纯洁和好 被这个物质世界 所侵蚕 侵犯了 我发现我自己 进入这个投资中 这种灵性的 这种灵性的 和这个物质的 这种灵性的 和这个物质的 这种灵性的 这种灵性的 和这个物质的 各种灵性的 和这个物质的 每一个做过的行为 都会留下一个印象 都会留下一个印象 在记录在 在我们的sanskar里面 所以 这些sanskar跟他在一起 进入下一个神明 既然你自己做一切 是你自己做的 所以你得到 那个相对的 这个因果 所以你明白到 在每一个行为 都有一个树木 可以有记下来的 一直记得 这个行为的 这个因果 这个法则 是好像共鸣的 如果你讲 某个人的缺点 他的或者 错误 哪怕你爸 你自己是 非常负责任的 非常明智的 这种无谓的 这种的思想 无谓的 这个语言是 他会共鸣回来 自己的 不对的地方 会在你自己内心里面 产生共鸣 这种行为的 这种的法则 就是 如果你今天 你诋毁任何人 明天呢 其他人 会诋毁你 然后 而且是双倍的 Aum Shanti, welcome, welcome. Good evening, Mohini Didi, Aviyak Pariva, Sister Hitta, Sister Julia,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with you today, this evening. Yeah, so very good that you're with us, we're delighted. So Claudia, this topic of karma is very deep. And we know that every day you need to be aware of this. We're creating our future, you know, through the actions and the interaction of our future. We're creating our future, you know, through the actions and the interaction of our future. And when I came to my father here, when you learned the English language, you learne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And when you learne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you learne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And when I came to my father here, I wanted to focus on my relationship with my father. And when I came to my father here, I wanted to take care of karma, because my fortune is based on my karma. And when I came to my father here, I wanted to take care of karma. And when I came to my father here, I wanted to take care of karma. And when I came to my father here, I wanted to take care of karma. And he didn't heal my father's infection, and you looked at my father's infection. And he couldn't heal my father's infection. And he was able to heal my father's infection. And they couldn't heal my mother's infection. 然后,我开始明白到,我必须负责任自己的行为,我开始想了,好,它的种子是什么,我的行为的这个种子是什么,然后我明白到是我的思想。 因为,当我小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姐妹讲话,当我开始大话的时候,我失去了我的存见,我就没有办法做到了。 我以前,我能跟他们用思想教讨,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某些东西,我绝对回到我的思想这个层次,我检查我的自己的这个思想,我的态度是什么, 对于那个行为,我的看法是什么样,然后我明白到我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慢慢地,我开始会去注意我的这个思想。 有一天呢,一个这个潜意识这个山斯卡这个问来到,领取我的注意,这个这个新时代的山斯卡,这个山斯卡绝对是跟行为有关系的,所以我又再回到我的这个小孩子的时候, 偶尔和一下跋谈 taką率是什么。 其实我在讲看夜里的小孩子为什么会开始带我的这些小孩子。 我一直在讲导敬,我也一直在讲导敬,我一直在讲导敬,我一直在教导敬, dear to my parents and I used to wake up every morning… 让我早上会起来,坐在椅子上。 然后,我妈妈跟我,像我所说的,我是在祷告,她说不喜欢我这样做,她那个,要我回到床上去,直到她不喜欢,但是我做了几次,几回之后, 然后,她就不会这样了,所以我看到我自己的这个Sanskara,它是从我的前世带过来的。 所以呢,没有问题,这个Sanskara,是跟这个因果有关的,因为她不过来做这个,所以我说,它是跟世上有关系的。 然后,行为,当你小的时候,你有这个纯洁,使到你能跟你的姐妹用这个思想来交流。 这个跟你自己亲姐妹的这个因果是很有气。 所以,今天呢,你用什么方法来联系,来你的享受现在。 因为,在今天,我非常地意识到你的思想。 我能够使到这个灵魂更加有力量。 那,当我们给Sanskara的时候,是一个有力量的Saskara。 我不应该给任何人这种负面的Saskara。 所以,使到那个灵魂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现在我要在做的是,当我想到这个,当我有任何对想到灵魂不好的感觉的时候,我就播一首爸爸的歌,然后我就能够把那个事情放下。 谢谢。 这是明天的在甘露时间。 。 在识练做Saskara之中,我在画我的目的的这个线。 我画我的这个命运的这个线 在整天活动的时候 我们记得 这个行为 这个因果的这个法则 是相隔有共鸣的 你做什么 你就会得到那个果 然后晚上 这个检查表 清楚的记得 这个因果的法则 如果今天 你诋毁任何人 明天 其他人会诋毁你 双倍的诋毁你 我今天有诋毁任何人吗 通过我的思想 语言 或者何行为呢 然后你用八个字 去描写你的这种的职业 的经历 经验 或者你能够画一个话 来表达你的感觉 你之后有诋毁任何人呢 在思想 语言和行为上面 Om Shaan Di 明天见 我们要让大家站起来 我们要让大家站起来